这个男孩眼看就要被汽车撞上 只听熬的一声 男孩竟然顺移到了妈妈身上 把一边的帕特都看呆了 妮可眼看事情无法掩盖 只得向帕特坦白迪翁拥有超能力的真相 帕特表现得很是兴奋 我家刚儿子竟然有超能力 这是要飘啊 并且建议妮可给迪翁找位导师 进山修炼几年 就可以拯救世界了 并极力推荐自己来做迪翁的导师 妮可答应了 并且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迪翁 这天妮可接到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正是夏特 原来当时 马克为了救他被闪电人杀害后 他便躲了起来 唯恐被闪电人杀害 夏特告诉妮可 当年经历过极光事件的人 身体都发生了异常拥有了超能力 而马克也是其中一员 妮可听到后简直不敢相信 同床共诊这么多年 马克竟然会有事瞒着他 夏特解释到这件事太不可思议 所以才没告诉他 之所以迪翁会有超能力 正是马克遗传给了他 妮可询问风暴里有人影是怎么回事 夏特听到这个消息后 受到了惊吓 他就是为了躲避这个东西 才远走他乡 夏特二话不说赶紧引身离开 气得妮可大骂没良心 迪翁放学后 帕特接走了他 带他来参观他父亲生前所工作过的公司 在这里迪翁发现了一个秘密实验室 没有身份卡进不去 但是迪翁自有妙招 他使用超能力破坏了监控 从女老板那里拿到了身份卡 进去后帕特发现 这里都是从极光事件里捕捉到的动物 并且还监视着这些世界各地的超能者 这时迪翁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狐狸 如果是伤症的话 请求être更多 友宁 请求护特别的 来! 请求护特别的 叫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